如果你说施政报告来说 我觉得就是李家超首先就是会交代 究竟创科条路怎么走 一定是会大力地扔钱下去 以前林郑这样做其实她也会这样做 但是对于香港来说是有代价的 譬如北区都会计划 或者是科学园 香港科学园的计划 其实都首先会赶走一些本地的工业 譬如好像是Mailfong 搞这个纸品回收的企业 还有就是在元朗屯门那些棕地的企业 譬如这个德宝雪粒 还有这个芥木厂 就是这个芥木厂 就是这几家是一个月内的芥基芥木厂 一个月里面相计被逼迫 主要原因就是德区都会计划 这个就好像其实以前广东都试过的 腾龙换料计划 就是广东的这个产业升级 给到香港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一个启示 因为当年其实这个应该大概十年前 十几年前 当时汪洋 现任的政协主席汪洋 还在主席广东的时候 他提倡过这个广东的腾龙换料计划 其实这个很粗暴 很粗很简单而粗暴 很长官自以致的这样 总之现在我这个地方就要产业升级 那些就是比较低端一点的 和高污染的产业就全部和我移走 他要移走而已 但是是不是真的会有 你腾了个龙出来 就换了个新鸟进来呢 这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但是大陆和做创科的那些最多路纤 我们知道就是说 是搞这个过去那几年 搞这些晶片 就是中央摆了很多钱去发展晶片 走去开发晶片 找人做投产去研究 一直以来都不成功 就是之前呢 武汉雲芯事件 也都是说原本是可以找到台湾的一些专家 以前做过 以前做过很多大晶片商 那些专家过来帮他搞 又说买到光刻机 最后都不成事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在大陆的环境里面 其实是真的做不到的 首先就是没有一个学术生态 没有一个自由的生态 是去自己研发到晶片呢 如果你说市场是有的 但是你有没有可以领先到西方的技术 一直以来都没有 你靠人 你靠大学去生产 其实他们只有一招而已 不是偷就是抢了 你就是靠中国的市场吸引 要那些人过来去开厂 然后偷技术、抢技术 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做的 那现在有没有变过呢 是不是可以自己有一个生态 去自己研发 去自己投产呢 一直以来都做不到 希望香港现在是可以帮它突破到 但是香港现在都很难了 因为香港已经没有了高度自治 人家已经不相信香港是以前的香港了 香港如果是等于大陆的话 既然它可以技术制裁大陆的话 那当然不会放过你香港了 美国是 英国的金融时报 引述三个消息人士就说了 中共的外交部驻港的特派员的公署 最近几个月就要求外国驻香港的外交使团 交出其官方场所和职员所住所的资料 包括平面图租利和销售的条款 租利和买买合同 如果那些外国的职员要搬走这些卖物去前 要经过中方的审查 其实习近平一直都很不放心香港的 其实为什么会整治香港呢 他是深信过往香港的抗争运动 很多都是被这个外国势力所鼓劾 去煽动去做出来的 他们研判这个所谓的反送中事件 就叫做颜色革命 受到这个外国势力所策动的颜色革命 现在为什么要去拘捕黎智英就是这样的原因 为什么要去要求那些外国的大使馆在香港 都要交出他们的个人资料 和那些迹址建筑图纸 这些什么东西 其实大陆都是这样做的 他大陆这样做 现在香港既然是中国一部分 他现在将所有东西一时同日 就要画戒 就要告诉你 其实香港的活动 自由空间 其实就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看 其实这个当然是很有敌意的行为 也不相信你 尤其是西方国家 这些零事 其实在大陆来说 其实坦白说做得更尽 因为 在前几天 应该是在上个星期左右 应该是 就是说中共的外交官 就在这个武汉肺炎 初期的时候 就对这些 美国驻华的领事 也是对他们有点远禁 自愿关押的话 因为其实在大陆 如果你要防疫的话 当然有很多封禁的措施 其实是 他说是封禁 但其实 他是遇封禁于封锁 甚至乎是敌意的封锁 其实以他们的消息 他们就说 彭博也有报道 这两个议员 他就说知道 当时的领事 他们的家人 在北京的时候 就受到远禁 然后要挟他们套取 要挟他们提交一些 国家机密出来 好了 这件事情 如果香港越来越是大陆的话 那就是说 在北京会发生的事情 香港都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其实香港已经 就是习惯了 用自由换取防疫 尤其是现在我们 整天都会遇到 一些突然的大厦封禁 因为他现在经常查 你的污水 觉得如果你的大厦 有阳性的污水的话 就要封锁 就要拘禁 就要在家里 这些措施 以后会不会在香港这样做 当然 香港和大陆 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对于 这些外国临时来说 其实他们一定会有个心理预期 在大陆里面发生的事情 香港也会发生 他们也不会感到 安全 其实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 原来中共 是可以对一些外国的外交官 不会说 好像他们 这个中国驻美的领事 有同等的自由 这个当然是非常之离谱 这个对香港也不会有好处的 就是现在你在香港这样做的时候 好 是 就是民进党的立委 在立法院 承讯国防委员委的时候 就承讯邮郭震 就两岸的关于第一枪 就是 谁开第一枪的话题 其实以往 台湾就是不会开第一枪 也不会有第一击 一定要承受到中共的第一枪之后 他们才会有反击 其实现在似乎 台湾的国防方面都改变了 只要中共 将他们的无人机也好 军机也好 那个军兰也好 开过了他们的中线 他们就可以视中共在那儿 就是第一机 进了台湾的领空 他们就会主动开第一枪 主动去 开枪还击 还击的意思 其实现在台湾在这方面 好像似乎 那个态度比以前都强硬了 如果台湾这个时候 其实它这个态度强硬 其实都不是没有先兆的 比如像过去 上个月那样 我们开始台湾 尤其是金门这个地方 不断地受到这个对岸 来自对岸的无人机的骚扰 都尝试会吓掉它 甚至乎击落它 你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都有个过程在 就代表 现在台湾 就不会越来越是 不会像以前那样 引起吞声 那为什么不会引起吞声呢 那当然了 其实台湾的军事实力 从来都是差不多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那个态度会有转变呢 那我相信这个 这个跟拜登的态度 其实是 越来越坚决去捍卫台湾 这种态度 其实是有关的 那不止拜登的 其实是 美国的情报界 和他的国防系统 其实都不断的释放那些讯息出来 以他们所知的讯息 就是习近平 是很快 就是其实已经有个计划 可能是未来五年 就是二十大之后 他这个任期里面 就真的会 收服这个台湾 是会解决台湾这个问题 那如果 就是中共 是会得久的将来 在五年来 他真的会这样做的时候 我相信 就是美国台湾 其实都可能会有个默契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他们不会害怕 如果 就是给中共 给解放军 有个预期 他觉得 你是怕他打过来的 那他就会 那他自然就会 就是得寸进尺的了 得寸进尺 就等于 就鼓励他打过来 那如果 就是你反正地形 你是改变不了的 那地形改变不了的时候 就在深战上面 就比他 就是一个很 就是强硬的表态 那 而你看到拜登 其实都很坚决 就是拜登 民主党 其实都是在 防卫台湾的问题上面 其实是很清楚的 那个态度 甚至乎 其实他现在都越来越 是会尝试参考这个 俄乌战争的一个经验 就令到台湾 是优先 是预早 是在这个军备上 並准备好自己 还有 其实他也都 更加好地联系 周边其他国家 就是这个 印太战略同盟 AUKUSA 日本 和澳洲 这两个国家 一起去协防台湾 那当台湾就觉得自己 不再是孤独的时候 那 而 我觉得他也都要表示 是坚决 是他有一个自卫的态度 那人家 就是这个 起码在鄰近的 日本 和澳洲 才有信心 和他一起协防去台湾 其实是 就是台湾主动向中共示强 就不是示弱 其实现在是不是增加了 一个擦枪走火的 一个机会 另外也都见到俄罗斯 和烏克蘭的战争 俄罗斯就直接的失败 烏克蘭那边的战争 真是直至胜利 就是现在有一些 信息就在说 可能冬天的时候 有可能 烏克蘭就会奪位 就是2月24日 被俄罗斯 就是侵了土地 其实现在我想俄罗斯 和烏克蘭的战争 会不会也都影响到 习近平对台湾的 发起一些很可能的战争 就是用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是不是台湾也都看中了 俄罗斯和烏克蘭的战争 或者习近平都不敢去攻台呢 其实现在俄罗斯战争来说 其实已经输了 其实已经是 普京其实他之前就希望 用核弹来展示手 核弹展示手之前 就告诉你 其实他现在就举行公投 在四个地方 努金斯克 邓列茨克 扎波罗热 和核二重 这四个地方 举行公投 然后就尝试 吓了台湾 你只要一粒子弹打过来的话 我就会 视之为 你对俄国的领土 作出侵犯 那他就会打核弹 但是呢 很奇怪 一个星期过去了 其实昨天就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法律程序了 其实是 那这个法律程序就是 其实在这个国会都承认了 就是确认了 这四个地方 已经是俄国的领土了 但是呢 就是 你看到这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其实就是很多 就是你看到 你虽然 普京步步进逼 就是去确认 去吞併这四个地方 但是呢 就 你看到很特意 在军事上面呢 就直接败退 非常之矛盾 那其实CNN的记者呢 都去逼问这个佩斯科夫 就是这个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呢 那其实他 喂 你会不会觉得 很好笑啊 你一边呢 你就说你自己 在国会上面 举行了仪式啊 又签订了 就是这个 就是接纳这四个地方 再是俄罗斯领土 但是同时间 你的俄军不断地撤退啊 就是你包括是 顿尼茨克啦 和南部的这个 扎波罗尔也是 核二重都有了 甚至乎呢 其实这四个地方呢 都有丧失领土 甚至乎 其实最 最 最令到这个 俄罗斯震惊 就是这个最北边 原本他全境佔领的 努金斯克啦 因为努金斯克呢 既然你全境佔领的话 那其实那条红线呢 就很容易呢 就是会踩中你的 那因为 只要你打一个子弹过来 那我就视之为呢 你侵犯俄罗斯领土 我就会订核弹 你看到刚才 就是除了 董列茨 除了努金斯克 最北边 最东北边 这个地方之外 下面三个地方呢 就是其实都不断这样 是直接败退的 而 克里姆林宫呢 一直以来呢 都不敢公开地 告诉大家 其实他那个边界是去到哪里 就是因为 你三个地方都在输了嘛 三个地方你都天天在撤退的嘛 那所以你怎样说 你那个边界在哪里呢 所以整件事是非常之好笑 是一个闹剧来的 你一边就说 这四个地方是属于你的 但是另一边呢 你就不敢说 自己的领土在哪里 因为他在输了 那另外呢 就最离谱的呢 就除了努金斯克 是受到这个 受责之外 甚至乎 已经被乌克兰 其实奪取了一些 就是边界的领土之外 原来呢 其实 就算是俄罗斯的领土 其实都受责的 那今天CNN就报道 其实呢 是这个俄罗斯的 那个国会 杜马国会呢 那里面那个 国防委员会那里呢 那个主席呢 那个主席呢 就叫做 就是卡特波洛 卡特波洛 那他就说 大哥 就是你现在 克里姆林公 不要再说大话了 其实前线 现在是很大事的 其实是 你经常告诉我们 你听 怎样消灭 乌克兰的 纳粹主义 怎样赢 但是 以他所知呢 其实是不断地输 甚至乎 有一些 有一些 我们的边境城市 一个叫做 瓦鲁奇 瓦鲁奇的地方 其实正正就是俄乌的一个边境城市 瓦鲁奇的中文就是叫瓦努尔基 原来这个地方 原来平时是不断地受习的 他在Telegram看到 他自己知道的 一些在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也知道 但是偏偏俄罗斯就不报道 天天讲大话 原来你说的一套 但事实上是另一套 你对比这些消息 普京告诉你 虽然他吞并之前就告诉你 他打核弹不是bluffing 不是虚张声势 现在事实上告诉我们 就是虚张声势 那好了 就是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或者对台海来说有什么启示呢 这个是不是很像习近平呢 其实都很像的 如果回想到八月初的时候 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 其实之前都是不断地画红线 就是说你见到赵立坚 见到胡锡进 胡锡进是说伴飞 你敢来就伴飞 找军机伴飞你这个 佩洛西的军机 甚至乎你就算是赵立坚那些说的 就拭目以待 是吧 解放军呢 就说这个 这个已经准备好了 是吧 但是最后发生什么事呢 最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不敢打 因为其实这些独裁国家 最好就是bluffing 最好就是虚张声势 因为如果他不敢做的时候 大家就当他无套 那么他骗不到你的 骗不到美国佬的 但是最起码他骗到自己人民 只要自己骗到自己人民 对于他来说 可能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是 那么结果如何 其实和普京是很相似的 习近平和普京一样 这些独裁者 都不是傻的 其实是 非常的理性 知道自己的实力是去到哪里 知道 知道如果记不如人的时候 可以做到什么 做到的就是虚张声势 就是吓你 其实就是 为什么台湾现在 会越来越 越来越不怕中共呢 我想就正正已经看穿了 中共的底牌了 我想很可能就是这样 其实阿翠有没有感觉 台湾好像香港人说的说话 好像想 独裁看习近平的眼眉 天鹅看中共的眼眉 一点都不出奇 他不看中共的眼眉也不行 其实他现在是想美国 日本澳洲这些周边国家去协防你 首先你都要摆出一副 然后呢 不怕战争的一个姿态才行的嘛 如果你自己都放弃的时候 你怎样说服人家去帮你呢 我最后想问阿草小小的一个话题 你怎样看最近美国富豪马斯克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上面的态度 似乎跟之前 他参加乌克兰的态度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他的感觉他在那里求和 你再说多次 就是马斯克 马斯克 马斯克呢 其实他摆出一副 想解决问题 我想看到困局 其实就很怕 就是普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有个共识的了 全世界都知道 常规仗是没可能打下去的 常规战争是没可能打下去的 去到普京 再去说真兵三十万 甚至乎一百万 一千万也好 这一班人呢 其实只会是做炮灰 常规武器里面已经输了 也得不到中共军援 既然你长远来说 你长将是必输无疑的时候 其实反而 好像美国前国务卿的基身格 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就是普京 就是看到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会沽住一闸 就会豪渡 就会跟你揽炒 其实独裁者 其实最恐怖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是民意制约不了他 但是他就是 权力集于一身 对于他来说 终极的恐惧就是失去权力 失去权力就意味着 被人带上去战争法庭 然后下半世 都在这个监装里面过 甚至最后呢 也是遗臭万年 对于他来说 这个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恶梦 如果要他接受的话 他一定是会跟你揽炒的 这个他这么想